Hello 今天是2022年1月14日星期五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蔚 美国一些大型银行呢 今天开始公布了第四季度的财报 那他们令人失望的业绩表现呢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投资情绪 因为银行股呢 是高度和经济周期性相关的板块 也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重要的分项标 毕竟贷款业务的表现好坏呢 能够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企业支出是在扩张呢 还是在收缩 所以银行的业绩好坏呢 不仅会影响到自身股价的表现 对于整个财报季的基调呢 也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已经发布财报的三家主要银行 给我们展现出什么样的经济复苏的情况 那今天跌幅最厉害的就是摩根大通了 财报公布之后呢 开盘就跳空大跌 时隔一个月呢 再度挑战200日均线的支撑效果 表面上来看的话 第四季度中 摩根大通的收入和利润表现 其实是轻松超过了市场预期的 但是交易收入下降幅度同样也要超过预期 而且更重要的是 商业和消费贷款呢 同比下降了1% 那即便我们也看到 摩根大通宣布释放18亿美元的贷款坏账准备金 意味着贷款违约的风险呢 进一步的降低 但依然没能够阻止他们的利润出现下滑 像美股盈利呢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下降了 此外呢 管理层对于未来几年的预期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例如摩根大通预计 未来的支出呢 会进一步的增加 其中仅在2022年内呢 由于通胀和工资的压力 支出就会增长8% 因此他们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 无法完成一个长期的 17%的股本回报率的目标 这些都会令人感到失望 我们再看一看花旗和富国银行的情况 第四季度中呢 花旗集团的利润是同比降幅达到了26% 同样也是成本的增加 导致了利润收入的大幅下降 而交易活动的减少和交易情绪的降温呢 也给花旗集团的交易部门收入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这一点呢 在之前的摩根大通身上呢 也得到了同样的体现 不过呢 富国银行的表现 算是给银行股带来了一些惊喜 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们对贷款业务的担心 因为他们不仅在第四季度中 利润表现是超过了预期 同时贷款业务的同比和环比呢 都实现了增长 例如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他们的贷款业务就增长了5% 在汽车的贷款领域的表现呢 是尤其强劲的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印证了摩根大通的说法 那就是尽管他们的贷款业务出现了下滑 但他们还是看到了贷款业务复苏的迹象 回到富国银行呢 他们的利润能够在最新一个季度中 大增了86%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就是 和出售了企业信托 以及资产管理部门带来的收益呢 是有很大关系的 因此是存在一定的非可持续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 经历了2020年的财报暴雷之后 在过去一年中呢 富国银行在管理效率方面 有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也很好地控制住了成本 这就帮助他们的业务表现不断地恢复 例如他们的非利息支出呢 是进一步下降了11%到132亿美元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人员成本的下降 以及呢 重组费用和经营亏损的减少 这就为他们过去一年中 积极削减成本的行动 是画上了一个不错的句号 所以通过今天这三家银行财报的 简单比较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财报级的基调并不是很乐观 不过好的地方是 除了交易部门的收入下降趋势 比较一致以外 贷款业务的表现 不同银行之间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并没有显示出较为一致的下降 这就是一个好的迹象 至少呢 暂时能够说明经济复苏的情况 还算是比较稳固的 这对于整体股市的投资情绪 会带来一定的支撑 但还是需要小心的就是 银行普遍出现了成本攀升的问题 这里面也在暗示 通胀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拖累 依然是比较大的 成本攀升可能会继续成为 美股市场中各家公司表现的一大拖累 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一下 另一方面呢 我们从这三家银行的表现差异也能看出 尽管大环境相似 但是呢 银行板块的个股表现差异 也进一步放大了 这也就在告诉我们 今年板块轮动的大趋势下 板块内部的个股差异 还会继续放大 这对于选股的要求就更加的重要了 那放眼现在整个银行股的前景 估值水平呢 普遍都算是比较合理的 也要比大盘的整体水平要低 这就意味着 这个板块呢 在今年内依然是存在比较强的韧性 那在美联储的紧缩周期中 银行股的利润率通常是会提升的 因此他们也就具备着 对抗加息风险的能力 但一定要注意的是 在刚开始加息的时候 如果利率上升过快的话 短期内还是会冲击到 银行股的利润表现 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 加息会在短期内提高较短期 美债收益率 而较长期的美债收益率呢 还不会很快的增长 这样整个收益率的曲线呢 就会变得更加的平坦 而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的这些银行的利润增长 就会遭受抑制 甚至还会面临短期的打压 因此呢 不能简单的认为 加息就一定会令银行股受益 这里面还是要区分一个时间段的 只有当紧缩周期已经开始之后 慢慢的经济状况持续改善 当较长期的收益率 也跟上了上升的步伐之后 整个收益率曲线 重新回归到一个正向的 陡峭的状态 银行的利润表现呢 才会恢复强劲 这样银行股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中 才能够帮助我们抵消掉 投资组合面临的估值下降的风险 所以呢 这个过程和逻辑 就是投资者在配置银行股 对冲加息风险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问题 也就意味着 在马上就要加息的时候 我会觉得并不是入手银行股的好时候 那供大家参考一下 那接下去呢 投资者就可以关注的是 下周还有多家的银行 也会发布最新的财报 我们可以看一看 其他银行的业绩表现 尤其是贷款业务的表现 能给我们对经济复苏的预期呢 带来什么样的进一步的验证 那明天又是周末了 那针对下一周呢 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经济数据呢 没有太多 主要呢 是集中在美国的房地产行业 那就分别有美国的新屋开工 城屋销售 以及房价指数 同时呢 下周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 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 以及欧洲央行的会议纪要 而在财报方面呢 下周我们将迎来更多的 更加重要的财报呢 是值得去关注的 分别就有像高盛 联合健康 美国银行 摩根斯丹利 阿斯麦 美联航 美国航空 还有就是Netflix 所以相信下周 更多不同行业的财报公布呢 能够给我们更好的 去了解一下这一轮财报季 可能会给股市带来的影响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 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由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 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 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 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健康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